四檔的十八樓 這裏是走廊位置 這邊是零一烏形 142方 D4101 142方 這裏一門口 有一個鞋櫃 這邊是正常的飄窗位 一一門口就可以看到喜雷 就可以看到景觀塔和長禮湖 喜雷燈也可以看到 飄窗位和客廳形成對流 這是大橫廳 這邊是廚房 一個非常實用的七至二廚房 雨樑是冰箱位置 冰箱位置比較大 可以放到雙門冰箱 這裏有一個生活羊腿 可以放下雙門 這邊是餐廳和客廳的位置 餐廳有一個飄窗位 餐廳比較大 橫廳 這邊是羊腿 羊腿對著這裏 都是長禮湖 一同看到長禮湖 還有這邊的飄窗 還有這邊的飄窗位 現場看到的後果會更大 沒有那麼小 在這裏的餐廳 這邊的位置還有一個飄窗位 可以和客廳的羊腿 形成對流 這個窗位也是一樣可以看到 松禮湖和體育中心 藝術公園也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看看第一間房 這個就是我們正存一半面積的一個客房 這是其中第一間客房 都是對著這個 體雷燈 景觀塔 和體育中心 以及這個長禮湖 樓下的藝術公園和 水上樓園都做得很漂亮 現場看後果會更漂亮 這邊就是一個公圍 公圍的光線都非常足夠 因為每一套都是單邊圍 所以它的光線 整間屋是非常通風取光的 這裡就是一間中房 對出去的陽腿都是看著燕陽園的 這裡是第三間房 這裡是第三間房 都是套房來的 都是正對著這個長禮湖 體育中心 這間房都比較大 可以放上麥巴的床都沒問題 鏡子很漂亮 這裡都是套房來的 這裡的門口 也有一個洗手間 最後看一間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大套房的 總共有三個衛生間 主人房很大 排中兩米的床都沒問題 排中兩米的床都沒問題 主人房的話 都是看著這個燕陽園 還有看著這個長禮湖的景 這個就是我們D4棟的 18樓01 142方的 天啊 1 2 1 2 2 2 3 谢谢大家